新民的話題 竟然把他們無故的牽累到裏邊 這兩天有些聲音說新黨是替馬祝打手 或者有些聲音說 新黨是中共大陸指示來批送打送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評論 這是台灣政治的悲哀 非常簡單 新黨的動機今天說清楚 講明來 各位瞭解這段時間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聲音 為什麼沒有聲音 因為對於選舉的部分 在立委的選舉跟總統的選舉 基本上是各政黨自己要決定的 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選擇 自己的決定 所以新黨在選立委 政黨席位也好 在區域的選舉也好 我們跟親民黨跟宋主席是同並相連 我們都是在努力的爭取 那個過百分之五 或者在區域得席位 在立法院能夠成立黨團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批評過 我們反而樂觀欺貞 希望親民黨也能夠有黨團進去 新黨也努力能夠有黨團進去 將來符合當時密法的意志 就是在國會有多元的聲音 所以各位合成看過我新黨 來批過其名 說過其名 因為我們是坐在同一個命運的光舞上面 但是為什麼這一次會有這樣的一個議題出來 因為宋主席他在提到的時候說 問題在國會 問題在臨頭 因此要從一次寧靜革命 進入到二次寧革革命 這句話讓我們引起 也就是勾起我們很多的回憶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質疑 各位可以說從最近的媒體報導上 那天在英雄館 媒體訪問了我的時候 我說的非常清楚 我說新黨對於宋主席提的一次寧靜革命 進入第二次寧革革命 非常關心 關心 因為第一次寧革革命 是李宋和 那麼第二次寧革革命 會不會是李宋和 這是我們所關心 我們講的這個 我沒有在批訴 我沒有說他一定得 我要請他說清楚講 這個用意在哪裡呢 因為都請我們的回憶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 是一個好現象 但是說我給清雲平帶綠號 我想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李登輝代表綠號 李登輝代表土色 我可以給他戴土色帽子 而不是戴綠帽子 但是我所謂的問他 問題問他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會更理合 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質疑 昨天有人說 有名教解剖的 說用剖刀刀刀刀劍 不是刀刀劍 我只是希望用剖刀刀 把肚子劃開 讓大家看清楚你的內容是什麼 政治人物常常喜歡用很華麗的詞照 很多人民已經多少次的選舉 人民其實被駐弄了很久 我要很誠懇的 也非常嚴肅的提出來 請大家說清楚 講明白 第一 問題在國會 問題在民眾 請問 假設真正有意二次革命的人 而能夠達到二次革命的效果 宋先生有這個雄心壯志 我們真的很願意支持 因為新黨也是站在監督的角色 可是不要忘記一次寧靜革命 你是主導者 李登輝先生當年是總統 是國民黨的主席 所以英雄才有用之地 所以在一次寧靜的革命 得到現在 你說要推動二次革命革命 不要忘記現在的角色 二次革命革命是什麼 是現在實在非主流 一次革命是掌權的主流 去把割掉了非主流的命 是把中華民國的命 給割掉了走向台湖 到今天中華民國變成一個殼 這就是一次寧靜革命的結果 那你假設現在要提二次寧靜革命 只是選上一個黨團 就能力做到嗎 這就是我一個合理的質疑 既然你有這個雄心壯志 你必然有更高的規劃 因為在立法院三人黨團 絕對能做不到國會 絕對做不到寧靜革命 你要能夠做到 那就是你一定有地位 有空間 有資權的能力 你才能夠做到 所以我有合理的質疑 是不是宋先生 將來在立法院成為關鍵少數 你要改革國會 那很可能你清明黨 就必須要選擇一個大黨合作 這才叫關鍵少數 那我要先請問說清楚講明白 讓選民在投你票的時候 他知道你選上以後 你會跟執政者 或者跟反對你 這是一個合理的質疑 我沒在批任何人 我不曉得我這樣有沒有清楚的說明 當我新黨講的是關鍵少數 我要進到立法院去改革國會 我自己三個人的黨團能夠成事嗎 宋先生是歷盡有歷練的人 他必然知道他現在有這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他要怎麼做得成 他進到立法院成為關鍵少數 這個關鍵少數跟國民黨和是一個辦法 跟民進黨和也是一個辦法 那總要先梳理 你假如說我現在不曉得 誰將來選上總統 那也可以將來你跟當家的和 那也就是一次民進革命時候的組合 這才是我們要引起我們想問 想說清楚講明白的原因 這是一個單純的動機 各位不要以為我講的這些 我們只要看一看前一段時間 也不遠的時間 台北市議會何曾發生過 說議長是國民黨籍的 副議長是民進黨籍的 那不是多是在利用關鍵少數的票嗎 所以改革民進革命 我都不談內容 我先只要談說 你要怎麼樣去執行第二次民進革命 單單靠一個立院黨團 夠嗎 這就是邏輯 可能出來選總統 選上總統 問題在領導 領導就可以合起來 去進行二次民進革命 沒選總統選立委 進入立法院 關鍵少數 跟另外一個大的政黨合作 過半數去進行第二次民進革命 這總是有一個邏輯 脈絡可以讓人家選 但是今天你假設要爭取選票 你要讓人民支持你 我們希望說清楚講明 新黨說清楚講明 各種的論調 有些人這兩天講的我都看得到 我也聽得到 我沒有必要去回應這些東西 不過我留空間 各位媒體 我剛才說感謝你們來 因為你們也關心 你們也希望知道 二次民進革命 到底要怎麼進行 我看到齊民黨的發言人說 第一篇文章談二次民進革命 說第一次民進革命叫體制革命 第二次民進革命叫體制革命 我就聽不懂了 二十年以後把體制改了 要二十年以後搞體制 這叫負責任的政黨的態度嗎 那第二篇我提出問題了 第二篇寫出來 什麼叫第二次民進革命 有三個 這三個 包括政府的體制結構 包括信心工程 還有一個產業革命 各位第一次民進革命 勾起我們的回憶 本來我都不想講 今天在座的年輕記者 可能你都不曉得 當年我們在國民黨裡面 不就是被第一次的民進革命 李登輝總統 國民黨的主席李登輝主席 進行台獨的這個思維 然後運作 用集時會 來把新連線 來要鬥倒鬥臭鬥垮 我們擔心的是 我們擔心的是 宋先生今天 以親民黨的主席 應該還要記得過去這段回憶 我們認為 會